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如果你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的话 你就会知道唐朝跟宋朝这两个王朝 它不是直接连着的 对吧 唐朝在公元的907年它就灭亡了 宋朝要到公元的960年才建立 那中间这段时间是什么呢 中间这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叫五代十国 54年 半个世纪多一点点 为什么叫五代十国呢 因为在这个短短的五十几年时间里面 中原王朝更迭了五个 平均一个王朝11年还不到 你再多一年嘛 哪怕再多一年五个王朝 55年你平均一个王朝就11年了嘛 五个王朝54年 换了14个皇帝 每个皇帝平均下来三年多一点点 给大家一个什么感觉 给大家感觉就是 好像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 是吧 王朝更替频率非常的高 皇位转手的速度非常快 本身就是说明这个时代它不稳定 为什么不稳定呢 这个话咱们一拉 就拉到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 安史之乱以后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局面 大家都知道 翻证割据 中央王朝他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权威 名义上还是唐王朝 其实很多地方上的事物啊 中央政府根本插手不了管不了 安史之乱以后啊 就是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有节度使啊 或者其他的这个名称箱 相当的这个官员在那管理着 所以呢 中央政府其实啊 他的控制力是非常弱 非常有限的 而中国呢 也逐步逐步走向了一个分裂的局面 等到唐王朝灭亡以后 这些当时控制着军队 控制着裁员 控制着土地 控制着粮食的军阀们 纷纷 你放昌吧 我登场 用当时的人 用当时人的话来说 什么是天子啊 天子者兵强马撞者为之 只要你兵强马撞 你就有实力去问鼎 这个天子的这个宝座 谁把谁打趴下 打趴下的出局 打赢的 那就上位 这是五代为什么更替平反的一个重要原因 它是以暴力作为基础的 以暴力作为基础的一个政权 只要别人的暴力比你强 你就可以被推翻 是没有秩序 是没有观念的 除了中原的五个王朝以外 那在周边地区 比如说在东南地区 在西南地区 都有一些独立的小王国 中原五个王朝 边上这个十个小政权 我们称之为叫五代十国 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 所以等到赵匡应建立宋朝 宋朝建立以后啊 对于他们来说就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何避免让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的王朝 是吧 我们今天的人看历史啊 有一个优势 什么优势呢 我们能够把当时的人 没有看到的这个后续的结果啊 全能够看到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 那宋朝 南北宋都是一百多年 加起来三百多年 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持续持坚 很长的一个王朝了 但是大家别忘了 这是我们站在今天人的立场 才能看到的东西 赵匡应他没有办法为之先补啊 他不能掐指一算 能够算出来我这个宋朝以后能够延续多长 是吧 所以赵匡应建立宋朝以后 最最让他焦虑的问题就是 如何能够让我这个王朝长治久安 不像前面那个几个王朝一样 十几年就被替换 十几年就被替换 所以有一次呢 就跟他最重要的助手啊 也是当时的宰相 名字叫赵普 他就问赵普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天下 从唐末以来 军阀割据 这些五人专政以来 数十年间帝王繁义十姓 几十年里面皇帝换了十个姓 那么这里 他应该是把五代十国啊 不仅是五代把十国的这些帝王也算上了 导致什么呢 那肯定是导致老百姓的生活 不安定啊 是吧 整个社会非常动荡啊 他说兵格不息 苍生涂地 其故何也 然后他说 如果啊 我想要想一个办法 欲惜天下之兵 为国家建长久之计 其道何路 想达到长治久安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想 赵普就回答 他说啊 之所以前几十年 整个社会状态 它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其他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军阀的权力太重了 你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也很简单 无他奇巧 没有其他的这个 花里胡哨的 这个说法 你就直切本题 你针对这些军阀 针对这些武人 第一 要夺其权 把他的军权 要想办法给收上来 二 置其前谷 你不能再让 这些军阀 在地方上 财政权 这个人事权 等等等等 行政管理权 司法权 所有的东西都一把抓 你得把这个权力 慢慢慢慢想办法 收回到中央 第三个最重要了 收齐精兵 所以宋朝后来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 所有的 最优秀的军事力量 所有的最强大的 最能打仗的队伍 全都调集到中央周围 成为禁军 地方上不允许 留非常强大的军队 那这样就避免了一个 地方分裂 地方军阀割据的 这样一个局面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其实这一点 在赵荒英以前 五代的时候 很多皇帝都已经想到了 中央的权威不落地 就是因为地方军阀势力太强 所以很多皇帝都拼命的 加强中央禁军的建设 用中央禁军 去打地方军阀 中央禁军一强以后 地方军阀一打一个准 但是他们忘了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地方军阀是军阀 中央军阀就不是军阀了吗 管理中央禁军的这些人 难道就没有可能 来篡夺你的皇位了吗 赵荒英不就是吗 赵荒英就是中央禁军 三大将领之一 殿前都点解 所以地方军阀打掉了 中央军阀起来了 这个问题也很麻烦 赵荒英后来就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故事 叫杯酒士兵权 请这些兄弟们喝杯酒 然后喝着喝着呢 他就说了 说你们都觉得 做皇帝很愉快 是吧 其实做皇帝一点都不愉快 别人就问了 你这个为什么不愉快 你都做到皇帝了还不愉快 咱们老百姓有句老话 叫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他什么意思呢 说 你别看啊 我这个坐在这里 高高在上 但是我都不知道啊 哪些人惦记着我 哪些人可能就在案底里面盘算啊 哪天想把我推翻 自己对我 自己这个来取而代之 把我给取代了 这些将领都纷纷说啊 这个皇帝你放心 我们都是忠心耿耿的啊 然后赵光英就说了 说你们忠心耿耿 我信得过你们啊 但是你们这些手下 我就不是全都认识 也不能一一的全去相信他们 是吧 万一有一天啊 他们想搏一个富贵 趁你们喝酒醉了的时候 准备好一件黄袍 往你身上一劈 你怎么办 这个故事大家熟悉吗 赵光英他上台不就是黄袍加身吗 喝醉了以后 手下的人往他身上一劈 他说你们的手下 要是当年选你们 对吧 因为这些人原来是赵光英的手下吧 你们手下要是选你们 等你们喝醉的时候 往你们身上一劈 你们怎么办 这些人听明白了 黄帝那是对我们有防备心了 有猜忌心了 赶紧第二天 纷纷的就写奏章 这个说我胳膊疼 那个说我大腿疼 那个说我鼻子疼 算了我们都回家去吧 回家歇着去吧 著名的历史上的杯酒士兵权 把这些无论是地方上的军阀 中央的军阀 军事管理权 全都重新收回到皇帝手里 重新挑派 重新分配 那么这个问题他就解决了 当然也不像我们讲故事 这么简单啊 杯酒士兵权这么利索 消夺五人的权利 最后呢 把五人赶出这个政治舞台的中心 不让他们去接触政权 断绝他们篡位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杯酒士兵权呢 只是一个戏剧化的这么一个描述 那么这里的问题啊 它就产生了 原来军事权力 财政权力 人事权力 司法权力 行政权等等等等 全都是在这个武将手里 你把这些人赶出去以后 这个国家管理怎么运转呢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请不吝点赞啊 请不吝点赞啊